身材娇好的女人被绑在桌子上 手脚都被绳子束缚 她拼命挣扎试图将绳子弄松 可却无济于事 她神色慌张地盯着眼前的男人 她也不解色 而是先打开药瓶 将里面黑色的胶囊都倒在女人嘴里 千钧一发之际 时钟的小鸟玩偶弹了出来 恰好打掉男人手里的药瓶 这可让男人发飙了 她抡起刀就是把时钟砍得稀巴烂 女人米亚趁机吐掉了嘴里的胶囊 灵活地挣脱了一只手上的绳子 还发现了放在旁边的杀虫剂 男人此时正趴在地上 爱惜地剪散落一地的胶囊 妮亚看准时机 拿起杀虫剂直接对准男人眼睛开喷 男人在那一刻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太奶 双眼剧痛的同时还倒在了地上扑腾 妮亚赶紧将剩下的绳子解开 刚逃两步被男人抓着衬衣一脚不放 妮亚也顾不得那么多 疯狂往前冲 还把男人给拖走了 不得不说衣服质量真不错 这也没撕烂 可就在这时 妮亚老肩俱滑 衬衣从肩膀滑了下来 由于惯性 妮亚直接撞到了面前的墙上 眼貌精心地蹲在地上 等回过神来赶紧跑进房间 还没来得及关门 男人就已经追了上来 拿着刀的手伸进来挡着门 妮亚借机靠房门夹男人的手 痛得男人刀都握不住了 妮亚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男人直接冲了进来 男女力量悬殊 男人用力地掐着妮亚的脖子 还不停地撞击着她 明显就是要妮亚的命 就在妮亚快要见到太奶的时候 书架上的雕像被撞倒 精准砸到了男人的脑子 男人直接晕了过去 妮亚缓过神来 看着地上的雕像 感觉毛骨悚然 赶紧跑了出去 妮亚从家里逃了出来 发现大街上空无一人 不管怎么大声求救 都没有回应 刚刚的死里逃生 让她体力见顶了 筋疲力尽地靠在路边 突然一只手搭在她肩膀上 这可把妮亚吓得一击灵 原来是巡逻的警察 女人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了下来 可警察讲述刚刚的遭遇 随即警察掏出一张照片 问是不是这上面的人 妮亚一眼就认出了是男人 连忙带着警察赶到自己家里 返回房间后发现男人不见了 而窗户也被打开 警察咬定她破窗而逃了 不等妮亚反应 直接跳出窗户去抓人 可警察前脚刚走 妮亚就发现旁边窗帘下 露出了男人的皮鞋 直接心脏跳到了嗓子眼 她平住呼吸 从旁边箱子里拿出棒球棍 对着窗帘不停猛敲 可很快 她感觉打得质感很奇怪 掀开窗帘一看 里面根本没人 只有一双皮鞋 意识到她和警察都中几了 窗外一道闪电划过 场面氛围掉到冰点 妮亚察觉到身后有人 她全身僵住 冷汗直流 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女人此时看着窗外划过闪电 突然一个人影出现在身后 米亚满眼的恐惧 咬紧牙关想转过身逃跑 不料立刻被身后的男人掐住脖子 她赶紧用手里的棒球棍 去捅男人的腰子 眼疾手快的男人将米亚一巴掌扇飞 直接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这时男人再次掏出药瓶 疯狂将胶囊到米亚嘴里 为什么这个男人对胃要这么执着呢 米亚终于缓过神来 抓起身旁的电击棒 直接给男人来了一击 男人瞬间飞了出去 狠狠地撞在书架上 米亚抓准时机赶紧起身逃跑 好巧不巧一脚踩到掉在地上的药瓶 这波操作属实下饭 直接将自己送到男人手里 好在没把电击棒丢掉 米亚赶紧给男人补了一击 这下她彻底尾了 刚逃出来的米亚又撞上一个人 情急之下看也不看先来一击 那人手里的枪也因此飞了出去 等米亚缓过来才发现自己袭警了 可就在这时 男人已经重新站起来了 还发现了刚刚掉在一边的枪 米亚大呼不妙 赶紧拿着电击棒冲上前去拦截 接下来却大跌眼镜 电击棒没电了 这下完犊子了 男人反手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直接把米亚扇飞十万八千里 赶紧将枪捡了起来 接着警察冲上来与男人搏斗 从室内打到室外 米亚站在窗前观望 诡异的事 没有长腿的雕像再次出现在脚下 她一脸疑惑地看着雕像 回想起当时搬家过来的时候 母亲送了个雕像给自己 说是可以驱邪保平安 米亚当时也没多想 这时窗外传来一阵枪声 警察成功领盒饭了 米亚正准备上前查看 突然男人拿着枪和刀窜到窗前 这可把米亚吓坏了 赶紧逃到二楼 无奈之下咬牙从上面跳了下来 男人也不打算给米亚喘息的机会 跟着跳了下来 奇怪的是 雕像此刻出现在男人脚下 直接让她倒在地上喊妈妈 米亚来到游泳池旁 眼看着男人就要追上来 赶紧跳到了水里 前脚刚进去 后脚男人就追了过来 四处张望不见米亚人影 黑夜里也看不到水里的状况 但男人也不傻 拿起木棍在水里戳来戳去 没找到米亚的她 气急败坏地丢掉了木棍 过了一回 米亚终于憋不住了 从水里窜了出来 刚准备爬上岸 这时雕像又一次出现在她眼前 越发觉得这个雕像极其诡异 又回想起自从有雕像 就惯事频发 那天她正在游泳池里晒太阳 雕像却突然出现在旁边 而且似乎脸部还发生了变化 她刚坐起身 错愕地看着雕像 下一秒 充气扶床突然漏气 半空中飘来一张白布 直接盖在米亚脸上 随后整个人沉入水里 沾了水的不死死地裹着她的头 窒息感让她不停地挣扎 好不容易从水里挣脱 出来一看 雕像又不见了 就在米亚回忆的时候 男人拿着刀折了回来 米亚健壮赶紧从泳池里爬出来 抱着雕像逃跑 不知不觉进了一个阴森的屋子里 男人冲到飞驰的汽车前 司机赶紧踩下刹车 破口大骂男人不要命了 下一秒男人从衣服里掏出刀 直接将司机抹脖子 还从他身上翻出钱包 看到了司机夫妻的合照 撕成两半 接着来到司机家里 残忍地将狗狗杀害 此时司机的老婆米亚 正在浴室洗澡 男人准备持刀而入 正当她要推开门 旁边的电话响起 米亚推开门接电话 全然布置门后站着个人 等米亚回到房间穿好睡衣 门被敲响 米亚以为是老公回来了 兴奋地去开门 殊不知门前的男人 正是杀害老公的凶手 这个男人患有精神病 以为自己老婆出轨 将老婆杀死 现在还把米亚认成了 自己死去的老婆 一路追杀米亚进了 还没装修好的屋子里 米亚躲进柜子里 看着男人进来不敢呼吸 却在柜子里发现了老公的尸体 她悲痛欲绝 却不能哭出声 在此之前 风水大师曾说她血光之灾 送了她一个护符 可下一秒护符却鬼使神差似的 直接飞进了下水道 米亚想去找大师 却在人群中跟丢了 心怀不安的她来到寺庙里 结果抽到下下前 老和尚给出的答案是 恐有血光之灾 夫妻离散 只有多多行善才能化解 让米亚去献血 米亚四处寻找献血的地方 却处处碰壁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 可护士说她最近吃了药不能献血 米亚只好作罢 没想到一切都成真了 她将老公尸体轻轻放到一边 忍着没有哭出声 这是一只男方特产爬到了米亚脚上 米亚下意识叫了一声 男人听到动静折了回来 正准备打开柜子 米亚再也忍不住蟑螂破门而出 男人当场被门拍倒在地 米亚赶紧拿着手里的雕像 狂砸男人的头 眼看男人晕了过去 米亚从柜子里抱出老公 气不成声 可男人下一秒睁开了眼睛 拿起一旁的刀 米亚害怕地向后倒 不料男人却刺中了雕像 等男人将雕像扔掉 米亚已经跑远了 两人在大街上狂奔 她逃 她追 他们都插翅南飞 此时一根晾衣绳在前方 米亚想起老公当时正在弄这个晾衣绳 她丢了个苹果过去 苹果接触到绳子的一瞬间被分割两半 她赶紧把头低下 男人却杀红了眼 根本没注意绳子 猛地冲上前 下一秒就分头行动了 而在此过后的米亚 精神已被雕像操控 影片里发生的一切 都因这个雕像而起 这也符合香港地区迷信心理 神秘的雕像就是神鬼化身 不仅招惹不起还必须敬畏 女主在庙里解签前 一个人为孙儿生病解签 老和尚告诉她 小孩生病是因为 在土地宫的香炉里撒尿而起 而主角们的遭遇也是如此 先是男人在抓贼时打翻了雕像 并且血染雕像在先 所以导致她精神失常杀妻 后有女主丈夫把雕像丢进垃圾桶 亵渎神灵在后 所以导致她被杀 至于女主 只有一次把雕像藏进暗柜里 小小冒犯了神灵 所以游泳池里被掠尸惩罚 差点溺水 后来她一直带着雕像 所以雕像处处帮她 其实在现实中 不只是神明不可亵渎 任何生命都应该互相尊重 尊重他人便是尊重自己